你們為什麼不考慮用問倒他的方式 其實我個人也是主張應該在議場 把他問倒 把他電報 但是我們的立委可能認為說是 你的立委電不報他了 不是 我們認為時間太少 因為用謊言很難電報人物 也沒有 能不能電報這個不是我們說的算 但是因為他們覺得時間太少 好像經過黨團協商 我們有38個立委 可是只給我們三個人的機會 一個人15分鐘 那覺得每一個立委沒有辦法充分的表達 原始 這個你被你們委員騙了 我們在裡面巡答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 我們每年的每一次時間都一樣 沒有 都一樣 他覺得在朝野閒上的時候 國民黨有提出來說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問保一點 但是民進黨好像堅持說 只能退三個委員 一個人15分鐘問陳菊 所以就覺得時間不夠 他們根本沒有要巡答 原始 你常常提供錯誤訊息 我先假設你被人家騙 不是 這個就是 那個可以協調 我們常常 我們是多數黨 我們讓你們多數被騙 沒有被騙 巡答的人數是可以溝通的 他後來沒有要溝通了 你們後來根本不參加協商 但是我覺得今天民進黨的立委 你不參加協商 哪來的答應你們三個 他就說他們想要增加多一點立委 他是誰 我不能透露消息來源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怎麼又不負責任的政黨 今天民進黨也沒有想要讓陳菊被詢 為什麼 因為按照上一次排除的時間 大家我看半小時就排除了 這一次如果用上一次排除的力量去排除的話 應該一個小時就可以排除了 我們是要巡答 但是因為巡答就是委員站在質詢台上 去問這一個被提名人 當你要佔領主席台的時候 我把你排除的意義在哪裡 你還是要回來巡答 所以原住我們就事論事 民眾黨可以巡答 實在力量可以巡答 你們的立委根本沒有想要巡答 在協商巡答的時間跟人次的時候 他根本不參加 你不能老是去聽說 釋放一些後路的訊息 問你誰講的你又不敢講出來 可是有沒有這個事 有沒有三個人 沒有 還沒有協商到最後 有啦 我們常常讓你們五個六個啦 反正總而言之 反正就是講不下去啦 我沒有講不下去啦 我個人也是覺得說 可以去把程局電報 因為關鍵在禮拜五嘛 他現在是二到四是審查 二到四審查 禮拜五投票 你去換吳思懷啦 其實二到四可以去問啦 然後禮拜五的時候你再去抗爭 那你如果禮拜五的時候 你就讓程局過了 那結果你到二到四 你連問的機會都沒有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會覺得說可以在議長上問他 我覺得你是不是苦衷做的 你現在裝上又笑得出來 你紅袍整個都黑色 你還笑得出來 手上有血痕 臉上 那我剛問他說 你那件衣服不是被撕爛了嗎 怎麼樣 他說那一件已經進垃圾桶了 但是你給他看 他的衣服本來他在這個場面裡面 他是穿比較輕扁的 彈性的Polo衫 但是這件衣服已經裂開了 到底事件發生經過是怎麼樣 第一個我不覺得受傷 對方有故意 在議事場合不管是國會或地方 議事的攻防難免 這叫激烈的議事攻防 那議題才是重點 傷害對方不是重點 可是國民黨這一次不知道是有些人 過去沒有參與過民主政治 誤以為把傷害對方當作目的 上一次釘釘子就這樣子啊 你怎麼會在這個衝突現場 釘那個長釘露出十公分 那會要人命的 這一次玻璃已經在那裡變成一個像刀子在門上 我們一直說不要再往那邊過來了 往那冒險犯 那像神風特工隊硬要往那邊擠 我一直覺得 我不想把肢體衝突拿來前面講 你到底要凸顯什麼議題 今天是質詢監察院院長候選人 被提名人 如果按照國民黨講了那麼一大堆 氣爆案啦 弊案啦 城居這麼不堪 好的立委 你就在質詢台上 把這個被提名人問到回答不出來 那才是你的職權嘛 人民選你不是在那邊打拳擊的 我就開玩笑講 今天如果要比打架的話 那我就去格鬥館 或者去館長那邊借幾個當助理就好了 民主不是這樣子的 他是讓你在質詢台上用證據說服人 可見國民黨所提出來攻擊城局的 幾乎100%都假的 都沒黑 我大概可以舉證 然後質詢台放在那裡 讓你去問他不敢問 不敢問呢 還把那個桌子能打到奪穗就奪穗 每一分錢都是人民大稅人的錢 然後更荒謬的是 大家在推擠的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在幫忙後面撐著 有了假裝記者掛著助理證 在那邊撐著 你是選不贏現在用助理來代打 撐著之後推一推他掉下去 竟然回過頭去罵中嘉賓說 立委打人 然後有一個國民黨助理竟然指的保警 那個辛苦的基層警員 罵他 說你憑什麼站在這裡走開 後來有別的立委說你憑什麼去罵警察 他才會退到國民黨委員後面 那簡直荒腔走板到極點 剛才立法院長游錫坤已經宣布了 因為全程都有收證 所有委員跟委員之間的 我們叫做國會自主 助理不是國會自主的一部分 所有助理有動手的 那叫強制罪 妨礙自由是公訴罪 有丟東西的 全部根據收證 全部移送到北景去 你這次放棄質詢陳菊是非常非常可惜 而且不明的原因在這邊 很簡單 陳菊如果真的承諾國民黨講的 問題那麼多 隨便拿著一大把 什麼氣爆案全部都有問題 一對一問倒陳菊是最好的 我再講一次 去看一下那時候段一康 怎麼問許國文的 問到許國文 他那個表情就是潔疤 然後沒有辦法回答 然後想找個洞往下鑽 然後隔兩年 你現在看國民黨內 有一個段一康的存在嗎 沒有他們就搞錯方向 都一直覺得說我要比的是肌肉 可是沒有 你的論述在哪裡 你的論述出來了 你社會支持度才會增加 你社會支持度增加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現在回頭去撼動那些民進黨 民進黨也會覺得不會更小 這些我投不下去 假設你真的可以找出來 我舉例 如果今天國民黨拉下一兩個肩尾 是誰丟臉 還是蔡英文丟臉 是民進黨扣分 你陳曲當然大會護航 可是民進黨不見得要幫高永成護航 不見得會幫蔡崇義護航 而且那些監察 他去罵那個檢察官的 逸文竹子考都有 很好問的 結果你把這場子砸成這樣子 你明天後天搞不好也都不能 觀眾朋友可能搞不清楚這個狀況 監察委員任命是這樣 今天明天後天是公開審查 立法委員有直選 我可以定你 連續定40分鐘 到禮拜五就來不及了 禮拜五就直接投票 直接投票話那沒有辦法 現在民進黨的人已經比較多 所以投票一定會輸 國民黨投票一定會輸 可是這三天 如果你在公開審查過程中 能夠效法民進黨2014年 把每一個監委的問題 一個個抓出來的時候 到時候民進黨的人要投票 一要挺的時候 也會惦惦說我未來自己要選舉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整套劇本 都搞錯方向 一直以為我只要夠鷹派 我只要敢打架 我只要敢衝 我只要夠狠 我就會獲得社會支持 但是我們今天選立法委員 不是選流氓 我不是選黑社會老大 我今天不是竹田邦 要選幫主 今天我們談的是一個 我們希望能夠去制衡 執政黨的在野黨吧 那你的制衡能力在哪裡 如果只有暴力的話 抱歉難怪沒有社會支持